民進黨首位山地原住民立委吳立華在2024總統立委選戰成功連任 甚至拿下31,000多票 比起上屆多出6,000票左右 尤其關鍵的屏東縣開出13,288票 得票率高達42.2% 學者指出吳立華除了固守屏東票倉 在衛縣市也取得不錯成果 像是北部地區也拿下約5,000票 顯示四年來勤走服務族人相對有感 我過去在平北的票是撐住我當選最重要的原因 可是這一次我在屏東的中南部 反而是南票北部 我在中南部票數增加很多 那剛好去補足了我這一次在平北失去的票 宣布說要繼續群求連任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那麼早 他在其他地方的在都會地區 包含說在高雄 在桃園在新竹 這邊得票率都是高的 那所以說在這種狀況下面 我們更可以去看到說 這其實就是跟平日元鄉的這個 我們講說努力 或者是這個行走或工作是有關的 但東華大學副教授陳章培倫提出 雖然吳立華顧票能力強 但推測國民黨選戰策略 是希望與高金素媒合作 拉抬如現衣以及孔文吉 一口氣拿下三席 但結果看來明顯選票轉移失效 在預判說高金可能會有些動作 不要把自己的票衝得太高太高 然後希望能夠拉抬國民黨提名的兩位 學者臺邦則表示 由於民進黨執政 吳立華有更多資源挹注 相對能提出具體政績 來爭取選民認同 但以山源選戰來看 政黨力量有限 地方經營以及選民服務 才是慎選關鍵 選戰落幕 吳立華成功連任 守住民進黨山源立委席次 是否撼動了以往鐵板一塊的 國民黨山源立委版圖 還有在觀察 但不可否認 吳立華以3萬的高票數 贏下一場漂亮選戰